Tandori 自一種狠古老的烹調法 指的是一個泥土堆埋成長型橢圓的老 用燃燒厚的柴或碳放在底部 爐頂有個鐵架 把整隻雞從上掛下 火焰不直接觸到肉質 而視求周圍的熱氣 可聲至攝氏480度 將它焊熟 也並非那麼簡單 火候要控制得好 外面熟 裡面充滿肉質 才算常成 這種吃法應是源自印度 後傳至中東 土耳其 甚至巴爾幹島諸國 中國的少數民族 也常用掛爐煮食 別名為Ngbarti 出自一沙漠中的游牧民族的名字 就地取材 找到泥最好 不然以石塊砌成 風以濕沙 用過後 歸回塵土 當今的掛爐煮食 有些以不用探料 以瓦斯或電力代之 不是很正宗的外國印度料理店 還用化學染料來葉雞呢? 附統的葉雞法 主要用酸奶為主 混以大蒜 薑 滋鹽 小豆球 圓衰子 丁香 黑胡椒和鹽 蒜宇會將香料營住 陶在雞的外層 印度人吃的雞 是剝了皮的 通常會染成紅色或黃色 前者用天然的紅椒粉 後者是薑黃 大自然間有許多染料 不必人工製造的 雞葉製過夜 翌日就可以放入掛爐中烤 若不用整隻 則可斬件 用一支鐵叉叉住 吊入爐中 這種串燒吃法 另一個名字叫Chicken Chica 掛爐雞子是代表性的 除了雞 還可以用同一個方法來看熟羊肉 綠肉 或者肉餅 洋蔥青椒一切生蔬菜 也可照辦 麥粉加水 搓成團 再壓為薄餅 大力一振 振到掛爐壁上 貼住了 不消一分鐘 即起泡 外層掠照 製造出印度或中東人吃的餅或麵包來 這種基本的方法 比吹飯來得容易多了 急就將做一個掛爐 可用石油桶 把聖餘的油燒掉之後 就以三合土逃在桶壁 一層又一層 薄薄地逃之 不可打橫來逃 否則太重了就抬不起桶來 最後在桶底開一個洞 一方面通風 一方面可以取出灰準 在外國的印度料理 自製掛爐之外 也可遊購 整個爐的外層以藍色瓷片裝飾 非常漂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